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82至88年的期间 去了美国那里接受我的艺术教育 我在那边读大学和碩士的时候 很幸运 除了在学校学正规艺术的训练之外 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当代作品 我可以出纽约、费城、芝加哥 当时有很多不同流派的互故展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后现代主义时期 八多年 当时吸收了很多当代艺术的风格和技巧 而印证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消化了之后 最后真的决定回来香港 有个老师跟我说了一句 其实你也应该回去寻寻你的根 这次我决定回来香港去发展 回来香港的时候 一边就要教书 我教了很多中学 很多大串和大学的艺术课程 另外一只脚走路 就是我自己创作 在工作室里面 停地做作品 所以亦分了很多期不同的风格作品 其实我早早期在外国的时候 都是受到立体派的影响 最早期是Cubberson的立体派影响 就是巴加索、Brague那边的影响 之后亦都受到出现表现主义的影响 因为当时在美国读书 After Expressionist 和新表现主义 New Expressionist 这三个流派的影响得最深 而回来的时候 我的创作大部份都是新表现主义 里面夹杂有出现实主义的成分 这时候我做了很多张作品 就是有一些很surveal的figure 在一个场景里面 去做一个争扎、争斗 那时候的作品 传作主义的思想比较重 就是在一种争斗式 在一种自己内心里的争扎 和compromise 就是很多东西有冲突 我和社会有冲突 我和自己的career有冲突 我有一种特色 就是画画很大张 其实我在碩士的时候也是这样 画一些十多尺 高七八尺的作品 这些地方正是可以表达到 我这种争扎的场景 和多变化的情况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大的繁布 可以做到这件事 另外去到这个期间 就是去到比较minimalist 就是少一点的元素 去到比较geometric 就开始做一些比较幼小一点 或者是节奏感多一点 其实跟音乐开始有关系 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线条 就做成一张作品 那个时候 自己的抽离感又重一点 去到一个比较冷抽象一点 就是仅仅上一点的做法 做一个秩序 做一个音乐感出来 我叫自己的极限主义时期 再过了那个时期 就慢慢过来到现在这个时期 其实这个时期 就去到比较集大成一点 就是我看的比较多 做画出来的时候 是既又不是以前的 千元实主义那种 全球主义那种 年轻时候的那种 争扎 又不是那种 抽离了 只有一个形式 很静齋的一个冷抽象 就成为了一种 有一种热抽象 有energy 很有活力的东西 有生命的东西走出来 而那样东西也搭配了 我中国画的一些意境 书法草书的一些意境 因为我们有写书法 大家知道 而夹杂了一些 很即兴式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好像徐心研发 这次的几张大作品 都很徐心研发 出出来的效果 风格就变了 这次忽然间 跟之前的几个风格 都有一种 几不同的感觉出来 除了相爱叫障碍之外 似乎再不会给一些东西 去阻碍我自己 归外我自己 比较是 舒畅和通俗的感觉 去做出来的 我的作品 我喜欢多变的 我的作品 也都像一个音乐 我喜欢有不同的节奏 和音符 在每一张画上 我觉得 如果有太多一样的元素 有重复性就会缓 所以统一和变法 我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即是既穿过 你所有的绘画 那么多张 又看到都是你的东西 会统一 但统一感不一定是颜色的 有很多的 笔触可以看到是你的东西 构图可以看到是你的东西 很多的 所以我颜色方面 我是动动得比较多 即是每一张 我希望观者体现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feedback 和感觉 和对它的冲击 我想是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次的作品 全部的 title 都是写状态的 没有名字 即是全部是状态一 状态二 状态三 去到状态十几 这样的 其实我现在的 situation 就是 我自己就是说 我自己也好 外面的世界也好 我发觉都是呈现 给我看成为 是一个状态 很多人就说 有疫情 有其他的 现在有很多 很混乱的战争 很多很多这些 所谓的逆境 在我来说 是状态 我自己进入绘画 有一种状态 例如我听一幕 如果我听着 jazz 可能我进入一种 很跳跃的状态 可能是一种混乱性的状态 可能是一种混乱性的状态 当我看到新闻 有一个战争的时候 可能我有一个很惊恐的状态 或者我进入一张绘画的时候 我有一种提升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逃避的状态 都不一定的 所以其实每一种状态 我发觉 现在的感觉是强烈的 我以前就不会很 aware 现在就aware得很多些 就是自己进入什么状态 或者想进入什么状态 例如一个很快的状态 例如我朋友想自己 slow down 做不做到呢 我发觉 绘画有很多功用 绘画又可以 帮助你进入不同的状态 即是说 它可以控制你的情绪 心情 以及心境 或是意境 视乎你懂不懂用你的心 不同种类的状态 它们会出现了一些 很有趣的化学作用 它会出现了一些 可能你由一个很惊恐的状态 但你可以化为一种很长和的状态 或者你由一个很苦目的状态 你可以化为一个很活潑 很动态的状态 而令到你的生命是活潑起来的 我觉得这里 绘画帮了我很多 所以 你只要问我这个 就是说 在我作品里面 其实是很喜欢做一种 所谓进入某状态 而当我进入某状态 你看我画的时候 它又会帮你进入你的状态 当然你不会一定是我的状态 但会有你的状态 即是由我的状态 会激起你的状态 至于是什么状态 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艺术的有趣地方 另外你再说一个很有趣的字 是隐藏的东西 即是有没有隐藏呢 这个字其实是很高深的隐藏 隐藏什么呢 隐藏一些构图 隐藏用笔 隐藏文法 但我现在已经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 我进入这个状态 就是一种大溶态 因为它已经溶完了 溶态灌通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是刻意隐藏 而是说那些技法上 我不用刻意去卖弄的技巧 很露骨地表达出来 而是很自然地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李小龙先生也说过 去到你再不刻意去想着这些方法 去用这些方法 那时候你就是消化了所有的方法 你已经去到一个艺术层次 去到一个艺术层次高一点的地方 可以这样做 这次的独特性 就是比较天然运城的东西 一气呵成 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运作出来 好久了 好久了